军夫亏对你的信 我 军夫老弟 薄碧夺旅 本官相信你 先回家 回家把家人安顿好 别的回头再说 本事同根相 相间和太极 军夫 包的丁 在 随我装出去 无伤人 军夫 拦住他 无伤人 不 你 努力 军夫 早 来 军夫 郁大人 东寨门好像是刘军福的人马 对 正是刘军福的人马 来人 在 传令 让你取阵器收兵 是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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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们 刘军福就在里面 去把他揪出来 于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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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福向你请对 刘寨主 快快进去 起来 去 去 杀 杀 冲尔 冲尔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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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成狼 我看你这份往哪儿逃 仲家弟兄 杀 给我活捉于成狼 活捉于成狼 活捉于成狼 杀 杀 弟兄们 快跟我去东寨门追刘军福 快 杀 杀 军福亏对你的信 我 不是 金福老弟 薄chl 我可以夺旅 班官相信你 先回家 回家把家人安顿好 别的回头再说 谢于大人 谢于大人 回家吧 兄弟们 咱们回家 走 没想到 你说我们真把刘军福给攻回来了 激将法 懂吗 要不是于大人当机立断 下令公山 当时那个局面 刘军福回不回来还都两说着呢 你说他打也对不打也对 怎么做都对是吧 今天于大人打才对 不打就错了 报 于大人 于大人不好了 包子里心南两侧 已经发现了四五队冬山乱贼 人数大概有七八千 他们的意图十分明显 是朝着咱们背后包抄而来的 好 迅速下车 好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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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富失大uchs 倒你个于成龙 跑得够快呀 人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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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寨主 我城镇帮无能 还是让刘军扶扣于成龙给跑了 无妨 弟兄们都尽力了 我让他跑得了初一 跑不了十五 老爷您回来了 老太爷呢 老太爷在大厅喝啥呢 父亲 不孝儿 给父亲打人 请啊 进府 快起来 为父知道你此番拖离东城回来 满心甚喜呀 快起 快起 和我说会儿话 父亲 有心事 是俞大人 还是官府其他官员 定会都认为 还是对官府心存二心 事已至此 用尽力找回韦达交易官府 这是正当 父亲大人所言极是 但 韦达已落入 何世荣黄金龙之手 恐怕 难其招恨 难其招恨 我明白了 找不会伪扎 我儿将内外交困难 是的 父亲 孩儿不孝 让我父亲 心生忧患了 余大人 下官真他没想到 这刘军福会再回来 齐大人 以老夫看来啊 刘军福从一开始 就并非真心要反了 可是余大人 您别忘了 这刘军福是回来了 可是他没有把伪扎 交给咱们哪 伪扎呢 难道真如他所说 没有找见 还是怕官府 上报给朝廷 你是说刘军福 会多留一个心眼 如果 我是刘军福的话 也会多留一个心眼的 您想啊 只要把伪扎交出来 那官府可就掌握 他起平造反的铁证了 是吧 报 余大人 黄州同志 张三级张大人求见 快请 是 何须余大人请啊 张大人 余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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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府台 张大人 要我给你传个话 亲家 府台大人说了 朝廷因为 没有收到刘军福的伪扎 荣喜守备一职 暂缓授于刘军福 什么 这不是已经答应了的事吗 是啊 府台大人也这么说 这是说好了的事情 只要刘军福把伪扎交给朝廷 朝廷即刻就将荣喜守备一职 授于他 不不 这一定是有人在 府台大人身边做客 否则的话 绝不会这样出尔反尔 张大人 我这就去武昌 去见府台大人 余大人 正好也烧了话 要你马上去武昌见他 要你马上去武昌见他 府台大人让我去见他 让我去见他 对 于大人 刚才我说什么来着 这刘军福不肯把伪扎交出来 这本身就是个大问题 您说是吧 刘军福 他在最关键的时候 执意要投靠于成龙 执意要投靠于成龙 如此说来 他刘军福是铁了心的 要归顺官府了 众弟兄都听到了 刘军福居然铁了心的 要归顺官府了 刘军福居然铁了心的 要归顺官府了 我们齐皇四十八寨 不能群龙无首 以后 我们就推举 何寨主 为我们的新盟主 率领我们的众家兄弟们 好 皇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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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众弟兄如此盛情 那么何某人 就不再推辞了 于大人 你认为张朝臣张大人 请你去武昌 会是什么事呢 还能有什么事 就是想告诉我 不再收益刘军福 容器守备的事呗 发生这种事 一定是那个鹤里 从中作梗 说得对 肯定是鹤里作梗 不会有别人 是 于连 路上慢点 照顾好于大人 放心吧 周先生 费尽周折 刘军福终究还是个事 周先生 你是想说刘军福 还是会反的是吧 这话我可没说 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 周先生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自己想 你老奸俱华 是 各位寨主 这是平熙王吴三贵 发给我们齐皇四十八寨 原先的盟主 刘军福的委任状 委任他为 皇州知府 可是刘军福 接受了平熙王的 委任状之后 就归顺了朝廷 投降了于成龙 是可人 孰不可人 现在王军师 给我们出了一条计谋 这条计谋 定会让刘军